于朦胧拍戏意外受伤 眼镜流血眼虫 现场图片被曝光 于朦胧拍戏意外受伤 于朦胧也是杨幂旗下的当红艺人 他曾经和杨幂一起拍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当时他出场的时候 很多人都被他的颜值给惊艳到了 巴掌大的脸再加上挺拔的身姿 完全就是仙气飘飘的样子 而且于朦胧也是杨幂旗下力捧的男生 因为他的演技 再加上他的颜值 完全可以当得起男一号的角色 眼镜流血不止从现场晒出的图片 能够看出他当时受伤很严重 坐在地上不敢起身 眼睛也无法睁开 助理在他的旁边不停地大喊 快叫司机过来 虽然两世欢在播出之后受到了大家的调侃 感觉于朦胧的演技并不是很好 再加上他眼睛看上去不自然 但是很多人都不清楚 他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意外受伤 尤其是他的左眼镜当时已经流血严重 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 才明白为何在剧中感觉他眼睛无神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盖